大家好,全世界使用中文交流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现在是西班牙时间早晨的7点21分 外边天还黑着呢啊 现在天长了啊,白天短了 给大家看一个视频,讲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摇滚圈的事啊 我跟他们还有一些渊源 1994年12月17号在香港的鸿康集园馆有一场非常经典的摇滚乐演出 你们去参加演出的都是大陆这边的乐手 作为何勇章楚还有唐朝乐迪 很多摇滚乐迷都视为经典 刚才这个穿一个短裤抬着腿这个 这个人我认识 曾经还跟我是把兄弟的关系啊 他叫欧哥 欧哥啊 他姓邓邓欧哥 他们家可能是中央民族大学或者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 呃,是那儿的子弟啊 他父母可能是那儿的啊 这个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民族歌舞团原来还都是我的客户 这个九几年零几年的时候都买我东西 然后我怎么认识他的呢 呃,1989年我在丰台酒家 这个当采购部经理 后来还给我升成副总了 那年我才19岁 然后我们的老总叫刘宝民 一个河北一线人 叫美雪贸易集团 美丽的美 下雪的雪 这个美雪集团的刘宝民 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同事 他原来是肯德基的 他姓任 他爸爸是总政歌舞团的办公室主任 跟这个中共早期大佬 任毕时有一定的亲属关系 都是湖南人 都是同一个地方的 同一个大家族的 然后他妈妈是北京通州的回民 是这个 呃,元代 大概元代 从伊朗到中国来的穆斯林 是共产党围困北京的时候 加入的解放军 然后算是离休 就是还没有进北平 1949年10月1号之前算离休 他妈那会儿是90年左右 他妈是宋庆龄基金会的 秘书长助理 通过这个姓任的我的同事 我在他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他盛情邀请我去他们家住 住一段时间 然后认识的这个邓欧哥 说起来这邓欧哥 还是我的老乡 我妈妈的老家 不是河北仁秋吗 白洋店 他老家也是仁秋 这个仁秋出了不少人才 有一个鼎鼎大名的台湾的男歌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吧 最有名的男歌星 刘文正 三月里的小雨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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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不停 是吧 这个刘文正也是我们仁秋人 还有一个专门演坏蛋的 姓什么的海军的文工团的一个演员 这个嘴比我这个嘴要歪多了 就是个儿不高 在什么大宅门里演个无赖 反正都演坏蛋的 那哥们也是仁秋的 还有这个傅作义身边 傅作义身边那个 这个实际上是共产党 但是表面上是傅作义身边的 好像是个媒体的 是个平民日报的记者 叫李某权 李什么权 我现在忘了名字了 也是仁秋人 仁秋最有名的是仁秋的 出了一个药王 扁鹊 神医扁鹊是仁秋人 还有个大庙 专门纪念扁鹊的 刚才这个邓欧哥 我通过那个姓仁的 我们那哥们 跟他 还有这个 他们总政歌务团院里边的 亲兄弟俩 哥哥叫欧立冰 姓欧 后来听说去日本了 弟弟叫欧阳 这里边一会儿还会出现欧阳的画面 和那个张楚吧 何勇 斗维一块演出的 当年我们几个人 老在一块玩 还有一个住在府城门内 大街北侧 一个大杂院里的 一个小院里的 叫 叫猴心 猴啊 咱们就知道猴宝灵 猴要玩的猴 然后心 左边一个音乐的音 右边一个倩 他就是 那个猴心 这个欧阳 这个 欧哥 他们组织了一个乐队 就叫做面孔乐队 有的人 啊 说是面粉 不对 叫面孔乐队 那会儿有什么超仔乐队 眼镜蛇乐队 是吧 唐朝 黑豹 然后这个 他们搞的叫面孔 这个 猴心的母亲 是一个医院的放射科的大夫 但是很不幸的是 猴心的妹妹 是一个聋哑人 天生的 可能跟在放射科 有关系 放射科哈 他长年累月在里边 虽然穿着那防护服 但他母亲 你看那猴心吧 是 是 说的通俗一点 是吃这个 开口饭的啊 他唱歌的 但是他妹妹呢 结果一句话说不了 是个聋哑人 我记得那会儿 猴心有女朋友 但是 他们都比较花 就 诶 又找一女孩 然后被他女朋友还发现了 后来他女朋友已经怀孕了 反正这些 包括窦围 窦围 窦围救助的交道口北二条吧 就是第六医院 第六医院往东 第一个钉字路口往北去 然后第一个路口 小路口 再往东 有一棵大槐树 大槐树 那个院里边 有我一个初中同学 同班同学 满足齐人 然后对面那个院里 有我们同年级一个同学姓郭 我们那个同班同学姓于 后来他娶了我们班同学姓金的 一个女同学 幼师毕业的 那个北京市卫生局 那个幼儿园的 那个女孩姓金的 住在石井花园 虎通大佛寺 美术馆后街 也是满足人 奇人 他们两家联姻了 还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再往东 拐过一个小弯 那小弯也就两米左右 再往东 然后路南那个院 就是 就是那个谁 窦围 反正大家都知道 后来他不是跟那谁吗 王妃吗 可是实际上是 听他们说 因为他们离他太近了 就同一个胡同了 说差不多天天换女朋友 好多女孩往上生扑 倒贴 这本花册 底片当时是拍完了 以后交给了魔言唱片 19年春天的时候 把那个底片还给我的时候 我当时真的就哭出来了 其实还有那个时代的 很多的回忆都在里面 正好也是25周年 所以这本花册就诞生 涂134幅 差不多80% 应该是首次曝光的 嗯 这很好很好 对 说到那个欧阳哈 这个后来我就做良油批发生意 我就到那个中央民族大学 那个我的客户去拜访 还看见欧阳了 当时他身边有个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是个白人 后来我说这是谁啊 他说我媳妇 英国人 后来他媳妇怀孕的时候 他们还跟着一块 这欧阳跟他媳妇 飞到英国去生孩子 那有这么一个情况啊 我等会我比较喜欢 好像何勇哈 唱过一首歌叫中鼓楼 是吧 那个我挺喜欢那个词啊 那个旋律啊 还有张楚 张楚唱过一首叫姐姐哈 这个冬天雪还不下 站在路上眼睛不眨 我的心跳还很温柔 你该表扬我说今天很听话 是吧 我的衣服有些大了 你说我看起来很傻 哦 姐姐带我回家 牵着我的手 我有些困了 是吧 我的爹他十个魂球 是吧 嗯 什么 他坐在楼梯上 什么什么 这个冬天雪还不下 沾在路上眼睛不眨 张楚啊 还有一个叫陈进的啊 那个也是他们那拨人里边的 有一次我到北新桥 有个澡堂的浴池 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 一个黄昏啊 或者是天刚擦壳 哎 就在那个豆维他们家那胡同东口 东口这不是雍和宫北大街吗 或者叫北新桥北大街啊 北新桥十字路会北边 就看见那个陈进了 然后呢 这个 他和一个小矮个戴眼镜 其实他不认识我 然后我就上去跟他搭讪 哎 我说你不是那个唱歌的陈进吗 他说是啊 你怎么知道我呀 我说我是你的歌迷啊 是吧 我说你娃去了 他说这不是香港记者吗 小矮个戴小眼镜 娱乐记者 说我们刚从那个豆维他们家出来采访豆维去了 他带着去的啊 那个陈进也有几首歌哈 有一首歌叫红头绳哈 红米翻南瓜堂 你出现多漂亮 是吧 还有一首歌叫那个水泼凉山哈 话说从前水泼凉山 山上住这是一群浩瀚 替天行道 拒接干 要处进那世间的什么 什么恶河南 是吧 话说从前水泼凉山 山上住这是一群浩瀚 山上住这是一群浩瀚 替天行道 拒接干 是吧 还有一个 我想想不是陈进 有一个叫什么 忘了那歌手名字了 谁能想起来 有个叫侯牧人的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我的爹爷对我说 中国很穷 我的爸爸对我说 中国很强大 据说侯牧人啊 才是真正的 这个中国摇滚之父啊 论辈分 他比这个崔健还要早 只不过后来崔健 确实唱了很多非常快智人口 打动人心的好歌 侯牧人的风头给压下去了 很多人就不记得侯牧人了啊 还有一个小伙子 我想想他叫什么 现在我那会买了好多磁带 我死活想不起他名字 叫什么什么炎好像 他那歌挺好的 叫出租司机 是吧 那个我想想啊 我的好几个哥们 跟你们一样也开出租 是吧 每天睁开眼 唯一的烦恼是为赚钱 是吧 这这首歌啊 后边的词 天天啊 有点忘了 有点忘了啊 跟那个摇滚圈的啊 还有黑豹乐队的啊 黑豹乐队现在的那个 那个那个鼓手不叫王文林吗 王文林的亲哥哥 实际上是黑豹乐队最早的鼓手 好像他们最早叫沙吉乐队吧 那种沙吉草 沙漠里的草 那个王文林的哥哥我认识 是我生活中比较熟的朋友 老哥也六十出头了啊 人非常好啊 做的饭也非常好吃 1994年12月17号 在香港的鸿康体育馆 有一场非常经典的摇滚乐演出 你们去参见演出的都是 大陆这边的乐手 作为何勇章储 还有 欧歌 很多摇滚乐迷都 视为经典 这本画册 底片当时是拍完了 以后交给了魔言唱片 19年春天的时候 把那个底片还给我的时候 我当时真的就哭出来了 其实还有那个时代的 很多的回忆都在里面 正好也是25周年 所以这本画册就诞生 图134幅 差不多80% 应该是首次曝光吧 给所有的乐迷 让你了解这场 旷世演出的开始 到结束 那个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吗 大陆的音乐人有机会 在香港登上舞台 我可兴奋呢 乐手的宣传 就是CD的封面 内页 这些都是我来拍的 这个浩浩荡荡的 这个团队 我塞 我们要去香港 所以我跑到了 队伍的最后 我拍了这张照片 就感觉要去 一个新的 新大陆 现在再看这张 我觉得怎么这么土啊 一群土豹子嘛 这不是 当时乐队 每个人都有一件 自己的皮衣 然后你还有一双军靴 还有一个牛仔裤 所以我就跟我爸 借了一件皮价克 去穿到香港 我觉得香港特别高级 楼特别高 然后香港街上 行走的这些人 也是匆匆忙忙的 感觉跟你永远 不会有任何关系 顾不上 全都是一帮 荷尔蒙爆发的年轻人吧 就是这些人 平常就是分分别年的 其实 记录下来的瞬间 也是很生动的那种 七天吧 就是安排得非常的慢 就是每天 我新闻发布会 还有当时的彩排 媒体的访问 后台 来大家的花絮 何勇好像是非常认真的 对待这场演员 说话题前两个月就开始 在北京开始排练了 他也是说就是在 这场演出已经耗带了 他也是说就是在这场演出 已经耗带了 就是欧阳的这个大白腿 他也挺有勇气 穿上台的 他说他在后台 因为喝了那个烈酒 这个风当时就递给他喝 Rocker New Rocker 然后 喝完了以后 他就冲上台了 现场的反应 的确是非常的热烈的 非常火爆 就没想到在香港当地也会有这么黄热的歌迷 他们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内地口音的其实 庆功宴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碰到娱乐记者 我说您今天晚上吃了什么呀 我一下就傻了 这就是我当时拍的斗维 这个他在回答这个娱乐记者问 其实摇滚乐永远是小众 1994年也并不是那么的流行吧 那可能就是在小范围在一部分人的眼里是生命 刚才那个吹笛子的吧 刚才那吹笛子的就是欧阳 就是欧阳 他们那会儿也老走学 也都新疆什么都去 他们不是部队的孩子吗 总断购团的 到哪都是找当地的军区什么的 给他们联系 说有一次唱的不好 唱砸了 人家要揍他们 吓得赶紧跑了 然后那会儿 一块玩的还有那个谁 还有蒙古族的歌唱家 德德玛的儿子 德德玛好像从内蒙 他离婚的 带两个儿子到北京来 调到中央民族歌舞团 后来被团里边的一个 也是蒙古族的一个老哥 也是离婚的 就俩人后来组织新家庭 这个他的二小子 二儿子叫马克塔勒 马克塔勒 那会儿我们也在一块 还有满族的 来自东北的满族的歌唱家 这个郭颂的儿子 郭小良 那会儿在海军文工团 海正吧 海正文工团 在那儿 那会儿我们还凑一块 有一次是侯心 好像过生日 在府城门内 快到白塔寺了吧 过白塔寺了 快到西四路口了 马路北 有一个二层楼 叫云南酒楼吧 叫云南云南酒楼 在那儿给他过的生日 然后还从总政歌舞团 借了好多这个乐器 借的 那会儿都没有乐器 拿一个军用大卡车拉来了 鼓啊什么的 结果后来呢 这个太高兴了 把那鼓都给敲破了 就在那次那个侯心的那个 那个生日宴上 然后我们七个人吧 还结拜为把兄弟 挺好玩的吧 哎呀 谢谢大家啊 聊一小段啊 高兴高兴 痛快痛快 多儿